注意看 这个男人连枪都拿不稳 却打击了全美国最大的医院 更离谱的是 人质们非但不想着逃跑 反而悠闲地吃起了零食 最离谱的是 人质们居然还把前来救援的警察暴打一顿 在各位人质的帮助下 男人压着警察来到医院门口 要和警长谈谈条件 想让儿子提前接受治疗 然而 没等男人说完 警长就打断了他 男人从没想过引起什么轰动 他所做的一切 都只是为了儿子能活下去 警长的话像无数根针 深深地刺进了男人心里 听得他无比心痛 泪水瞬间涌出眼眶 男人悲伤地告诉警长 现在只想看看儿子怎么样 警长看见男人的反应 很受触动 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 很快 儿子就被送到男人身边 然而 他的心情并没有变好 反而变得更加沉重 因为主治医生说 儿子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心脏更换 那么 肯定熬不过今晚 男人深情地望着儿子 突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掏出手枪 顶在自己头上 威胁主治医生 取出自己的心脏 换给儿子用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医生立马反应过来 严肃地劝道 大人的心脏 哪能给孩子用 这根本不可能 可男人就此心切 根本不想什么可能性 他看医生不同意 干脆把枪管塞进嘴里 做事就要抠动扳机 医生没有办法 只能举手同意 说服了医生 男人走进病房 和儿子做最后的告别 儿子并不知道 爸爸即将牺牲自己 他艰难地睁开眼睛 天真的问道 说着说着 男人就哭了 看着儿子虚弱的脸庞 他的眼泪在眼角打转 虽然想和儿子多说说话 但眼泪已经止不住地落下 男人还想故作坚强 艰难地转过头去 等眼泪全部流干 他才把手放在儿子胸口 深情地说 说完 他走进隔壁病床 取出腰上的装备 仔细检查手枪和子弹 生怕待会出现什么差错 耽误了时间 然而 就在这时 医院总部突然收到消息 他们居然找到了 唯一合适的心脏 医生一路狂奔 急忙把消息告诉男人的妻子 妻子激动地打通电话 想和丈夫分享好消息 可男人却以为 妻子在骗他 于是没有回应 反而关掉手机 重新把枪顶在头上 抠动了扳机 男人激动地疯狂喘气 原来他手枪保险没开 就在男人准备再次开枪时 妻子却突然赶到病房门口 展示手上的报告表 上面清楚写着 适合心脏和儿子的名字 男人看到真凭实据 果断放弃了牺牲自己的想法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 他又怎么会舍得离开可爱的儿子 时间不等人 直到有了合适心脏 男人赶紧安排几位医生 连着病床把儿子送到手术室 男人还不放心地穿上摆大褂 一起跟着医生们过去 他要亲眼监督手术过程 以免有人不安好心动什么手脚 手术室里 男人和妻子肩并肩站在一旁 紧张地等待手术结果 警长从门口偷偷溜进来 他早就猜到男人会在这里 男人有所察觉 转头望去 两个男人眼神对视 同样都是父亲 这种时候更能感同身手 一起静静等待着 期盼手术成功 杜苗如年 经过漫长的等待 手术顺利完成 男人和妻子欣慰地笑了 然而手术虽然结束了 可男人的麻烦却还没有完 第二天 他就被警察带上法庭 即将接受法律的制裁 社会各界得知消息 直接炸开了锅 无数人上街游行 为男人说好话 电视节目激烈讨论男人勇敢的行为 就连黑心老板也为男人抗议求情 迫于社会压力 法官列出指控罪名后 接连宣告男人无罪 听到结果 男人露出轻松的表情 在场旁听的众人也为他高兴鼓掌 然而 就在大家以为 男人可以平安无事的时候 法官却直接宣判男人有罪 需要坐牢十年 这一句话 宛如晴天霹雳 直接让众人傻眼 男人更是嘴角颤抖 不敢相信 原来 医院领导对男人怀恨在心 他花了大价钱 在判决书上 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结果一出 法院外面人群骚动 纷纷对结果表示不满 可男人却一点不难过 他觉得 儿子能活下来 已经心满意足 很快 男人便被带上警车 缓缓向外驶去 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 他朝着爸爸的方向 摆出强壮姿势 告诉爸爸 一定要坚强 警车渐行渐远 男人望着儿子 他一脸平静 用坚定的眼神作为回应 父子之间 已经不需要过多言语 生活有太多坎坷 让人遍体鳞伤 但父爱如山 为孩子挡住风霜严寒 愿天下所有好父亲 坚强幸福 不被生活打败